16号,思路风采,如意甘肃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甘肃兰州启动。 两岸及香港23家媒体的43名记者将赴兰州、武威、金昌、张业、九泉等地展开为期约一周的采访。 兰拢上壮美河山,赏西部人文风情,实地感受文化、科技、生态、农业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。 此次活动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。 参与采访的大陆媒体包括中国台湾网、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中新社、中国日报、东南卫视等。 台湾媒体包括中国时报、联合报、TVBS、东森新媒体ET Today、中国电视公司、东森电视台等,以及部分台湾青年自媒体人代表。 采访团此行将前往甘肃省博物馆、五威古浪黄花滩、富民新村、张叶山丹军马场、巴尔斯雪山、丹霞地质公园等地进行采访。 还将走访扎根甘肃发展的台湾青年。活动将持续至7月24号。 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个藏品大家看了以后,肯定觉得它是比较独特。 它就有中原文化因素,又有中亚、西亚文化的这种元素。 台北、台湾我们这边是交流还是比较多。 在这疫情之前,我们管独立推出去一个展览是采讨展在台北高雄展览。 后来我们又和中国共交流中心联合又推出了大三国展。 我就想着希望我们的展览能联合起来,共同地做一些更深入的、深层的一些交流。 这种联合做一些展览是我们比较期待的。 当然,大陆的展品可以到台北去、台湾去,台湾不能过来,这个是比较遗憾的这一点。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我们联合办一些展览,推到世界各地去,扩大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影响力。